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来听 女人是水 水为财 善待女人就等于善待财神 特别是妻子 那可是命重的贵人 所谓好妻子 至少能忘三代 所以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 真的要学学孙悟空了 火眼金睛看在里面 所谓好妻子 主要的标准不是因为脸蛋 而是内在 如福气 善心 有爱等内在的东西 其次暂时脸蛋 谁都想要既有内在又有外在 这个主要看个人的福气了 我也是在苦苦找寻 下面通过生肖命理推算 这五位生肖女 命理藏金 越老越有福 丈夫疼爱 孩子孝顺 第一个是属兔的女人 生肖属兔的女人 很有气质 她们非常善于打扮自己 骨子里就有那种韵味 她们生活态度非常好 活得很优雅 很有度量 这样的女生即使时光匆匆过 岁月也不舍得在她们脸上留下痕迹 她们越老越有那种迷人的气质 越受欢迎 生肖属兔的女人 在2024年财运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太岁整体都为财 并且还和生肖兔构成了天地合 这样的结果 那就是生肖兔为财所累 因为所接触之处都是财 当然整体收益也是很丰厚的 但是需要注意 可能在某些方面 需要一定的破财和付出一些代价 2024年 属兔的人的好运也随之到来了 在这个时候 属兔的人做事情容易得到上司的肯定 事半功倍 而且 急心高照 贵人相助 生活也会蒸蒸日上 第二个是鼠蛇的女人 生肖鼠蛇的女人 天生性格温柔 能够承受大事 也能够经历大喜大悲 可以说 生肖蛇的女人 天性坚定 即使在婚后 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梦想 她们比较容易生男孩 更有招财童子一说 儿子生下来将会遗传她们的性格优点 从小聪明 颜值高 长大后 玉树临风 风流倜傥 将来一定能有大出息 生肖鼠蛇人 2024年 得紫薇和龙德 两颗恩人心互助 才干得以显示 尤为是在与人交际交往的过程中 还会遇到知己 此时另有陆勋照命 鼠蛇人员除了得到理想的收益外 亦能得来贵人的认可欣赏 第三个是属猴的女人 生肖属猴的女人性格温柔是水 容易让人感到亲切 总是让身边的人很舒服 因为属猴的女人贤良输的 懂分寸之进退 被丈夫宠爱 婚姻和睦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 都有不错的未来 长大以后孝顺父母的他们 也必会让父母老有所依 越老越享福 生肖属猴的女 人家运和财运紧密相连 在取得好财运的同时 家庭之中喜事依然接连不断 如天丁天福的喜事 罪易发生属猴人身上 求好运则必定灵 属猴人也会得到家人相助 资助钱财之运 自己的财运得到加持 钱财漏不掉 风生水起 在周末之后 自己一人发财 离不开全家人的支持和鼎力 整体运势提振十分的显著 尤其是命宫有正印即兴的飞入 未来二十七天内都将会一帆风顺 仕途光明 无论是晋升还是加薪 都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第四个是属牛的女人 生肖属牛的女人 她们为人低调 拥有好人缘 同时性情忠厚 婚后对爱人十分忠心 家里大大小小管得有条理 深得老公宠爱长辈喜欢 同时 牛女是天生有大气韵的属相 命格之中 才气旺盛 在牛女的帮助下 老公事业发展顺利 牛女更多时间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 家庭幸福美满子女 听话懂事 子女个个有大出息 晚年富贵更长寿 虽然生肖属牛的女人 在二零二四年 属于犯太岁 和太岁暗刑 但从财运来说 这一年属牛人财运颇佳 财运好 特别是女性 原因是什么呢 理由如下 在二零二四年 其中一个很吉利的吉星 太阴刚好到丑工 同时 还有紫薇 龙德 天以贵人 天德等吉星汇聚 拱照 可谓吉星高照 所以 属牛的朋友 在两千零二十四年里面 运气不但不会差 运气还会好 而且财运颇为理想 再者 因为上面这些吉星 都最有利于女性 最旺女性 所以 同样是生肖属牛的 但在二零二四年 生肖属牛的女性 财运会更加的好 表现在收入增加 容易有一些意外之财 或容易有置业等的喜事 第五个是属虎的女人 属虎的女人 她们脑子很聪明 而且幽默风趣 坚忍不拔 在婚姻生活中 属虎的女人 是一个温柔 可爱的小女人 她们一生都被宠爱得很幸福 并且不缺贵人相助事业 把她们娶回家 能给老公带来不错的好运气 婚后一旦能大富大贵 有属虎女在 必能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子女孝顺 财库富裕 虎年出生的女人 命中五行 为时辰生财之局 2024年 为官路得生之日 表示属虎的朋友 春风得意 不管是投资理财 还是事业收入 都将会因为好运来袭 而变得一顺百顺 他们财伯公服禄寿三权 预示着他们未来几个月大财一求 以往遇到的困难 也将会在此月获得顺利解决 大胆去执行 必定获得巨大的金钱回报 不过由于火木相遇过往亦然的情况 使得银虎们要能够低调行事 低调做人 毕竟属虎人的特点之一 就是掌控欲望强烈 如果在这个时候 显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的话 很容易得罪人 引起小人的非议 第六个是属马的女人 属马的女人口才好 非常聪明 并有着很强的金钱观念 工作认真 事业有成 所以属马的人家庭都是富贵有余 并且财运也不错不错 他们的财力十分惊人 轻轻松松赚得盆满钵满 从来不缺合作求财的机会 一生大财小财都能到手 积蓄破百万 属马人想大福 福气安康 财源不断 他们家中都是有钱人 财富不外流 会变成了不起的大家族 在看视频的你 又是以上那个生肖呢 怎么看女人忘不忘父 除了看生肖以外 只需要看她的身上 有没有三样东西 如果有一样 都要认真珍惜 婚姻就像一个万花筒 不同的人映入其中 就会绽放出 完全不同的色彩 幸福和谐 这是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 但也不是谁都能轻易得到的 不管恋爱还是婚姻 我们都希望能遇到一个值得的人 让自己每一分的付出 都能得到回报 可有些人却注定 不能给你幸福 无论你如何努力 她的心都不会放在你这里 那么怎么判断 这个女人是否忘父 可以看一下 是否有以下三点 一 贫贱不离 落魄不弃 诗经有云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好的婚姻都离不开陪伴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放过牛要过饭 做过和尚 曾经最远大的报复 就是能吃上一顿饱饭 就是这样一个草根人物 却在后来的岁月里 建朝称帝 开启了明朝史诗 这不仅是她自身能力过硬 背后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女人 她就是马皇后 朱元璋与马皇后成亲时 还只是郭子星手下的一个无名小卒 因为精明能干 受到郭子星的器重 于是将自己的一女马氏 许给了朱元璋 马氏正是那个陪着朱元璋 从穷困潦倒 一步步走进辉煌人生的女人 据明史后非列传记载 朱元璋在军中建有地位之后 遭到郭子星两个儿子的记恨 他们诬告朱元璋有谋反之心 郭子星一怒之下 囚禁了朱元璋 他的两个儿子也趁势下令 不准任何人送吃食给朱元璋 马氏担心丈夫 便拿上刚出锅的热烧饼 准备偷偷送给朱元璋 却不想途中 遇到了郭子星的夫人张氏 马氏忙将烧饼藏入怀中 张氏见他神情慌张 便故意多说了几句 马氏勉强应答 直到后来疼得流泪 张氏忙之开下人 仔细询问马氏 才知马氏怀中所藏 解开衣服时 那烧饼还热气腾腾 黏着皮肤 通红一片 张氏为之动容 当晚就劝郭子星 放出了朱元璋 最终朱元璋选择了 离开郭子星 而马氏也在他没钱 没权没事的时候 毅然跟随 朱元璋早年与陈有亮交战时 兵败受伤 险些丧命 也是马氏貌似背着他逃出生天的 可以说 朱元璋一路坎坷风雨 少不了马氏的陪伴 朱元璋日后能成功称帝 也多有马氏的身影 都说患难见真情 人生不只是有顺境 逆境路上的陪伴 更弥足珍贵 当人处在最低谷的时候 往哪走 都是向上的路 但总有人会在你落魄的时候 选择远离 可你并不是一无所有 至少还有他不离不弃 人在受到打击的时候 能有一个始终在你身边的人 是莫大的福气 一定要记得感恩并珍惜 二 心形端正 孝敬父母 报恩经说 父母者 三界内最胜福田 神佛不在远处 其实就在身边 孝敬父母 就是供佛 季晓兰在《月威草堂》笔记中 记载了一个神佑孝父的故事 乾隆年间 北京某街道起火 火势愈演愈烈 瞬间烧毁了一百多间民房 但在这熊熊火海中 独有一间破房子 窥然独存 四周的破壁残垣 就像是隔断火势的界限 阻断了火势的蔓延 原来 这破房子 有位常年握病在床的老太太 一直受到儿媳的悉心照料 不曾有过半分怨气 这正如孝经所言 孝涕之志 通于神明 因为孝涕之人 能引来神明庇佑 欲耶女经中 佛对欲耶说 形貌端正非为端正 为心形端正 人所爱敬 视为端正 作为妻子 最重要的是心形端正 敬爱父母 才能得到别人的敬爱 正所谓孝顺父母 乃世间第一福田 孝顺父母之人 无需四处求神拜佛 便可得种种福报 因为他已然在供佛 一个孝敬父母的妻子 神明多庇佑 福报多随身 不仅望自己 更能望夫望家 三 女人的嘴 决定家庭的幸福 无量寿经 开篇就交给我们 善护口业 不计他果 口德就是一个人的气场 想要富贵 就要嘴巴先有富贵 想要福气 就要嘴巴先有孕道 仙牙禅师 外出红法时 偶遇一对吵架的夫妇 夫妻俩互相谩骂不停 没有一丝要停下来的迹象 仙牙禅师便吆喝道 过往的行人 快来看看哪 斗牛斗鸡斗区区 你都得花钱看 现在有免费的斗人可以看了 快来看看呀 夫妻俩并未停下争执 丈夫怒道 你惹急了 我我就让你永远闭嘴 妻子不屑道 你杀呀你杀呀 你有那本事吗 仙牙禅师此时又叫道 过往的行人们哪 快来看 太精彩了 一旁的人看不下去了 贺道 和尚你嚷嚷什么 人家夫妻吵架 关你何事 仙牙禅师回道 怎么不关我的事 他们造杀业 就要找和尚念经 念经时 我不就有红包要拿了吗 路人听后恼怒道 你这和尚为了红包 就希望出这等恶业 禅师这时缓缓说道 希望不死也可以 那我就要说法了 这时吵架的夫妇 也停下了吵架 路人也纷纷围上来 想听听这和尚要说什么 仙牙禅师对吵架的夫妇说道 寒冰虽厚 也会被阳光融化 饭菜虽好 也需靠柴火煮熟 夫妻能在一起 便是缘分 婚姻不是针对错 而是应该做彼此的阳光 彼此的柴火 来温暖彼此 成熟彼此 夫妻二人互相敬爱 口下留情 才能留下福气 处处逢及 家庭幸福与否 与口德大有关系 俗话说 与善人言 暖如不薄 口吐善言 便是在造善业 修善缘 聪明的女人 懂得说话的重要性 所以不会多多逼人 给人难看 《红楼梦》中有一个桥段 大家聚在一起看戏 台上有一个戏子 长得很像林黛宇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都没有说破 在那个年代 戏子身份不高 若是说林妹妹这样的大家闺秀 像一个戏子 就有点侮辱人的意思 大家都只笑不言 天使湘云心直口快 说了出来 这让宝玉很着急 戴玉顿时也觉得没意思 伤心离席而去 能哄人开心 其实是一件了不起的本事 谁都愿意和让自己 开心的人在一起 会愿意分享心事 会觉得他十分亲切 会愿意和不言他人的短板 善于赞美人的人 相互扶持地走下去 心念的善恶决定了话语的温度 因为心怀慈悲 所以才能口出善言 口出恶语 似结善缘 口出善言 处处善缘 所以会说话的女人 生活的会比较幸福 这样聪明的女人 往往会获得身边人的一致好评 人生的福气都在嘴里 好女人为家 是忘夫的女人 坏女人败家 是毁掉男人的女人 一个家庭的风水 最好的体现是妻子 妻子心甘情愿为家 家庭就平静安宁 幸福甜蜜 一个有福气的女人 心有善念 口有福德 不仅忘夫 还能负责整个家庭 所以呢 以上三点就是忘夫的女人的特质 婚姻幸不幸福 男人很关键 女人也很关键 所以要娶就娶对人 要嫁就嫁对人 婚姻绝不是儿戏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都不能抱着敷衍的态度 更不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只要你认真对待婚姻 婚姻才能认真对待你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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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